失言若影響選情 吳敦義恐召逼宮 国民党主席吳敦義全省跑透透助選 不过最近却传出党内逼宮 半年前的韓国瑜好青涩 原本这次九合一选得好 对吳敦義来说是大大加分 等到2020开跑 掌握党机器和支援了他 提名自己顺理成章 But这次寒流发威 让旧世代的大佬纷纷靠边站 韩国瑜和国民党以往 完全不同的组织战打法 加上吳敦義影社总统府 秘书长陈菊是肥姿姿的租母 被绿营抓着蒙打 虽然韩国瑜成功止血 但其他县市可就不一定了 党内就有声音希望他辞去主席 藉此还可以催出更多选票 至于党内另一个太阳 新北市长朱立伦 这次助选非常低调 他这才会中枪啊 只要帮助接班人侯友宜 打赢新北市就不会扣分 万一蓝银整体选得不好 朱立伦还有机会取代吴敦义 栏尾更指出 朱立伦虽然低调 但也没有静静坐在那儿 若到时候 吴敦义在民意支持度上 远不及朱立伦 再怎么不成也没用啊 政治中心台北报导